在遥远的2012年 一个叫做陈婷的年轻妈妈 在一个阴森的夜晚 无意中翻阅到了一篇让人毛骨悚然的帖子 诡异陌生男女 赤妹王良的举重成身 那个普通的夏日午后 陈婷带着两个儿子 穿越着北京的热浪 决定去附近的一座荒废公园游玩 公园的荒凉和幽静 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 玩了一阵 陈婷带着孩子找了一款作为歇息 然而 恐怖的剧情从这刻开始 乔然张开 两个陌生男女 身穿古老的忠实衣裳 乔然走向陈婷一家 他们的眼神阴智 嘴中念念有词 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事 陈婷开始感到一阵不安 但她并未意识到 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 陌生男子突然掏出一张预测纸 上面布满了不老婆 随后 他们摆出奇异的物件 点燃了三角色的物件 对准陈婷一家挥舞 一场神秘的仪式在公园的荒地上盛开 烟雾缭绕 气氛不低 陈婷试图离开 但陌生男女子追不上 更是用诡异的语言对着她的念念 最终 陌生男子对陌生女子说 坏总念回头 然后他们如鬼的霉斑 消失在夜色中 回到家后 一切都变了 陈婷的家庭陷入了一片温暖 夜晚 儿子们突然间开始发出凄厉的哭声 手心涌现青筋 身体不断发泡 陈婷的母亲变得神志不清 似乎受到了某种诅咒 绝望之下 陈婷上网求助 在一个恐怖的论坛上 她发现了一篇男入圣的园 一个名叫幽灵猎手的网友声称 陈婷的家庭可能中了一种古老的妖术 是社魂招详的受害者 网友的解释让陈婷毛鼠 他们声称 陌生男女是在进行社会试试 使用了古老的诅咒和仪式无间 而陈婷的孩子们 可能成为了这场可叛医式的牺牲 此时 另一位网友无法师的评论 更是让人毛骨存在 她指出 如果孩子们在恶梦中突然猴争 那是因为他们的灵魂 可能已经被射击 变得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陈婷在网友的见义下 开始进行一系列超自然的移试 如在家中放着头目之 画镜子 手臂记红声道 然而 她发现这些似乎东吴近的事 在一片绝望中 陈婷又收到了一条评论 一个名为亡魂追踪者的王子说 孩子的好转只是噩梦的开始 你需要寻找到那对男女 并打破他们的诅咒 否则 你的家庭将永远受其困扰 陈婷在评论中看到了一个关键的线组 让她决定展开一场 寻找那对陌生男女的恐怖症 但她并不知道 这只是她与黑暗之间的开始 而在夜幕降临时 那对陌生男女再次献身 带着更加阴森的笑容 注视着陈婷家的一群不动